烧伤案例 因为赖先生居住农村 条件和环境都有限 志工建议到就近的中心 并要求他配合亲戚 使用原始点条理 处理过程 一 先用温淡姜汤 喷洒全部有烧伤的地方 再把有水泡的地方 用消毒针刺破 不要去皮并撒上姜粉 二 没有水泡的地方 擦姜膏 三 为来给他们信心 引导患者和家属 边看张医师讲座视频 边条理 四 每天24小时温敷 五 饮食简单素食 注意个人卫生 六 要求患者 在第三天适当运动 先前怕消耗能量没有要求 爬楼梯提升体力 在短短的八天时间 基本上好了 而且没有留疤痕 感恩张医师 感恩原始点 感恩各位志工 感恩一切 脸部烧伤 4月26日 5月4日 5月6日 手部烧伤 4月26日 5月4日 5月6日 5月6日 4月6日 4月6日 2月4日 5月7日